小时候吃玉米时总是要很仔细的把玉米虚弄掉才吃,有些玉米的虚非常多,弄不干净的宁可不吃,也不想吃到玉米虚,长大后才发现玉米虚原来了有这么好的作用,现在吃玉米虚有少量玉米虚也照样啃了,用玉米煮汤时还喜欢把包玉米虚收集的玉米虚放到汤里一起煮。 玉米虚是一种非常好的养生药,很多人知道它的药用价值,哼,包玉米虚,都舍不得把玉米虚丢掉了。 下面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玉米虚的作用吧,句中药大词典,记载玉米虚有利尿,血色,瓶肝,利胆的作用,可用于肾炎水肿,黄胆肝炎,高血压,胆囊炎,胆结石,糖尿病,吐血浴血, 鼻炎炎,乳庸等疾病,现代临床常用它来挤,慢性肝炎,高血压,糖尿病,慢性鼻痘炎,尿路结石,胆道结石,小便不利,湿热黄胆等症。 其以预防习惯性流产也有一定的作用。 玉米虚对人有五个好处,一,老年性水肿,玉米虚可促进拍尿,其裂尿作用虽不及比肤三米强但比其作用持久,玉米虚的裂尿作用主要是肾外性,对肾脏能影响比较小。 玉米虚煮水可防治药原性水肿,老年性水肿,妊娠水肿等。 由于老年人的体质及器官功能随年龄的增长而逐渐衰退,机体内代谢过程也逐渐减缩缩,维持内环境稳定的能力下降,亦受某些因素的影响而发生水肿。 老年性水肿,玉米虚,白毛根,一米各50克,鲜匠玉米虚,白毛根皆主取之,与一米一起煮烂食用。 大部分孕妇在后期都会出现水肿,当水肿影响生活必须吃消肿药时,可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心力水消肿药,玉米虚是一种较为理想的药。 父女妊身水肿,玉米虚50克,大枣五枚,尖水,白茶饮,每日一剂。 此方法,孕妇属于特别保护对象,所以最好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。 二降血压,玉米虚对墨烧血管有扩张作用,能对抗肾上腺素的生压效益,对防止高血压有一定的作用。 原发性高血压,用玉米虚,西瓜皮,香蕉,一起煮水喝,四川中药制。 三,降血糖。 据研究玉米虚可能有双光类酵糖药物的作用,有较明显的降低血糖作用,对防止高血糖及糖尿病有较好的效果。 制糖尿病,玉米虚30克,尖水服用,连浮食玉,也可用玉米虚加注热炖食,领难采药物。 四,利胆,玉米虚能促进胆汁排泄,降低其粘度,减少其胆色素含量,可防止多种肝胆疾病,属胆囊炎,胆结石,黄胆等。 制胆腦炎,玉米虚30克,阴沉15克,不公英10克,尖水服用,五天,卫衣疗成。 制胆结石,玉米虚50克,大枣20克,阴沉15克,尖水服用,七天,卫衣疗成。 五,降胆固醇。 玉米虚能明显降低血清胆固醇的含量,起到愈发心脑血管疾病的作用。 玉米虚还能加速血液凝固过程,增加血中凝血美元含量。 极高血小板数,对凝血功能障碍有一定的作用。 玉米虚最好但并不适合所有人。 一,低血糖人群不适用,由于其有较强的降血糖的作用, 会导致低血糖人群出现出汗、心慌、颤抖、面色苍白等。 二,尿贫尿及人群不适用,由于其有利尿作用。 会加剧尿瓶的症状。 三,低血压人群不适用,由于其有降血压的作用, 会导致低血压人群血压更低,甚至出现头晕、脂软、愣汗、心肌等。 本文由职业要师说要工作组,职业要师说要,将有更多实用的知识与大家分享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